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他们能够在需要的时候 能够有大家的陪伴 能够快乐生长快乐成长 我是感到我很感谢你们 因为大家的帮忙可以解决到 社会非常多的一个后端的一个付出 品代妈妈加入寄养家庭的行列已有十余年 共照顾了16名寄养儿少 寄养生癌点滴在心头 因为孩子他来自不同的家庭 所谓他人生有不同的状况 但是我们前家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 就是说因为孩子他今天来到我们家 其实都是不得已的 没有人愿意离开他们家 所以不管孩子跟我们相聚的时间 是长还是短 我们都希望在这段时间 能够创造他们一个很好的避兔港 也是带给他们的幸福跟快乐 彰化线内目前共安置86名寄养儿少 寄养家族从55户增加到70户 陆续在增加中 目前比较缺乏的是 可以照顾零至三岁阶段的寄养家庭 彰化家福中心期待 有更多善心人士投入寄养家庭行列 打开家门让爱住进来 共同成为孩子生命力想中的贵人 彰化家福寄养家庭招募专线 请洽 04727-2085寄养竹 公益频道张华云和美采访报道